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本身就连他们的家人也非常善于公众表达 2016年的美国大选前 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曾做了一场演讲 媒体为他的演讲报道配上了这样的标题 看了他的演讲第一秒就会爱上他 在演讲中他说道 我从小就在父亲的办公桌下玩耍 用乐高积木搭建微型建筑 而他用钢筋混凝土建造他的建筑 紧接着他讲到在特朗普公司所见到的男女平等待遇 职场母亲 社会困难人士得到的特殊支持等等 来强调父亲是一个有远见的实干家 伊万卡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 无论是仪表形态还是演讲的内容 都为他爸爸特朗普选举拉上了情感 你是否也希望自己能有机会登上星光舞台 来一场英姿萨爽光彩夺目的公众演讲呢 其实演讲不见得非得登上闪耀的舞台 也并不一定面对镜头现场直播 在生活中我们都离不开演讲 大到一次项目投标 工作汇报 小到一场面试 一次推销 甚至是为了说服孩子不要玩游戏 都需要一场精心的演讲准备来达成目标 演讲是一种表达与说服的艺术 但这并不是一种天生的能力 需要后天训练 而且经过科学的培训 人人都可以成为演讲大师 说到演讲大师 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 并不陌生 我们可能会见到 每当苹果新的产品发布会要召开 很多人都在熬夜看转播 在美国 乔布斯出场的任何一场新品发布会演讲 都会有人连夜排队去等待 有一年 苹果公司宣布乔布斯会缺席演讲 粉丝们竟然威胁要示威游行 虽然他已离开人世 但他的公众演讲可以说是教科书籍的经典 且不论内容有多精彩 只从演讲技巧上 就值得每个爱好演讲的人研究学习 乔布斯的演讲让人如此着迷 有人还专门为此写了一本书 那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 乔布斯的魔力演讲 他全面地解读了乔布斯演讲的魅力所在 读完它 你或许就能找到那些世界级演讲大师的武功秘籍 这本书的作者叫卡麦恩·加洛 是美国一位知名的沟通力专家 为很多大公司高管都做过演讲方面的指导 卡麦恩本身也是一名演讲家和专栏作家 长期为福布斯网站《我的沟通力教练》专栏共告 除了这本乔布斯的魔力演讲 他还写过像TED一样演讲 会讲故事才是好演讲等有关演讲方面的畅销书籍 接下来我将从三个方面为大家解读乔布斯的魔力演讲 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首先如何为演讲确定主题和内容结构 这是决定你的演讲能否出彩的关键所在 接下来如何设计演讲的形式和现场 让听众在现场投入关注和情绪 最后内容和现场都设计好以后 如何排练和调整改善也值得我们来学习 读完这本书 相信你对如何设计和完成一场精彩的演讲 会有一个基本的思路 你会感觉到原来演讲也不是那么难 话不多说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始来学习吧 首先我们来学习第一点 演讲讲什么 也就是如何确定演讲的主题与内容 作者告诉我们 一场好的演讲本身就是一个好故事 2005年6月12日 乔布斯应邀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做了一次演讲 演讲中他分享了自己的三个故事 第一个是乔布斯17岁时选择退学的成长经历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创业的波折 乔布斯20岁创立苹果公司 九年后却被公司董事会开除 后来他又创立新公司 被苹果收购 回归了苹果公司大本营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死亡 他分享了自己得一线癌 最终幸运的被治愈的经历 乔布斯用这三个故事来告诉即将走入社会的斯坦福学子们 要在有限的生命里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 把挫折当作机遇 带着激情去追求卓越 可见 精彩的故事是大咖们演讲中必不可少的元素 为什么我们在演讲中要讲故事呢 这是因为咱们的大脑爱听故事 故事是大脑筛选信息的有效方式 它能吸引听众掏开杂念 专注你的话题 所以我们要用故事开场 也要用故事思维来确定整个演讲的结构 明白了这一点 我们就开始进入正题了 首先我们来看如何给演讲确定一个主题 作者给我们指导的基本的方向 那就是要回答和观众相关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也就是说你不能自嗨 要站在观众的角度来讲你的观点 脱离了这个原则 你讲得再好 观众听完也就忘了 比如乔布斯在1998年介绍IMAX一体机电脑时 演讲主题就直指消费者第一需求 简单并且快速地上网 它所有的演讲内容都围绕着 简单快速上网这个体验来进行 这样一来 听众听完演讲以后 心中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象就是 苹果的这个新电脑 开机和上网速度比别的电脑都要快一些 他们会在心里迫不及待地想要拥有它 这其实就是用户思维的体现 不管你的产品有多好 最重要的是要让有被提升的感觉 比如你们公司是做触摸屏幕的 如果你使劲介绍说 我们公司是专业的触摸屏制造商 公司通过了什么什么认证 公司拥有多强大的创始人团队等等 对方很可能会觉得你是挺牛 但是跟我无关 你说得太没意思了 如果你换成这样的演讲 再试试 您在火车站取票时可以直接点击屏幕 您在银行的ATM机取款时可以直接触摸屏幕 您在飞机上也可以直接触摸屏幕 观看前排座椅的电视 这些触摸屏让你伸出指尖即可操控 尽情享受智能生活的便利 你看这样介绍效果就会好很多 对方会觉得你的产品专业市场覆盖率高 而且跟他都有联系 他能听得进去 我们再强调一下 在确定演讲的主题 一定要注意和观众相关联 让观众听完感觉到跟自己的需求密不可分 而不是听完转身就忘掉 此外 作者还提醒我们 演讲的标题一定要简短 比如乔布斯在发布会上介绍iPod时 标题用的就是 iPod能把一千首歌装进你的口袋 一句话精准地描述了产品体积小 容量大的特征 因此我们平时可以多练习 用一句简短的话来描述你的公司产品或服务的性质 并且要说明对听众的好处 比如放裤兜里都能使用的充电宝 想躺在手提包陪你去旅行的软体鞋 内向的人更具备成功的潜力等等 这是演讲主题部分 接下来我们说说 确定好主题以后 要围绕主题搭建一条主线和分支结构 作者建议我们 围绕一个展开论述 最好要分三个点 科学家们研究认为 最容易被普通人记住的数量是三个 乔布斯对三就非常执着 发布会分成三目 一个产品描述分成三个特征 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里的演讲上 他也只分享了三个故事 所以在围绕主题设置分支时 我们最好是讲三个点 但要记住 这三个点之间的逻辑关系要清晰 可以连贯成一条主线 比如用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 或者过去现在将来这样三个点来讲 观众听起来就比较容易消化 也大体知道你讲到哪个阶段了 在演讲的主题和结构确定好以后 我们还要掌握让演讲更吸引人的技巧 也就是接下来要说的制造一些冲突 用作词来说 就是让大坏蛋和大英雄相继出场 作者经过研究总结出了这么一句话 问题加办法等于经典的乔布斯 因为乔布斯在每次的新品发布会上 都会推翻市面上正在销售的同类产品 让自己的新产品以突出的优势闪亮登场 早期他甚至制作了一则叫1984的广告 广告一开始是一群苦工在听屏幕里的老大哥训话 突然一位金发女郎冲破重重封锁 砸坏了这个大屏幕 广告的寓意就是 当时IBM这家行业巨头 想在1984年洗劫苹果的家用电脑市场 而苹果公司要用他们的新产品来打破这个预言 这个广告被业内认为是美国历史上 最有影响力的电视广告之一 由此可见 作者所说的大坏蛋 其实就是反面角色 竞争对手 或是潜在的劣势 在演讲中尽早引入这些反面角色 可以让观众在大脑里提前产生一个宏观的印象 更好地吸收接下来的内容和观点 乔布斯在一次采访中就说道 为了解释清楚我们的产品是什么 我们必须把它和市面上人们正在使用的产品做对比 所以在演讲中 我们要把新产品的优势和旧产品不能解决的难题结合起来讲 比如你公司是做儿童牙膏的 你要说明这个牙膏活性好又耐用 就可以讲这样一个故事 某天早上 你急匆匆地催孩子洗漱 准备去上学 孩子一着急 把牙膏挤出了一大堆 你一生气呀 自己亲自来帮他挤 结果发现 大脑更不好控制 一个美好的早晨 因此被大大折扣 再接着来讲 你们产品如何克服了这些缺陷等等 不过 作者也提醒我们 为了不过度引起反感 在介绍正面角色时 我们要更多侧重能给客户带来哪些更好的体验 而不要一直在说坏蛋怎么难打 英雄怎么打坏蛋这个过程 关于演讲的主题和内容 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小结一下 在确立演讲的主题时 一定要和观众相关联 我们可以用故事来开场和呼应 学会用数字三 也就是三个点去说明主题 并在演讲中设计一些冲突 用正面打败反面来增强说服力 在演讲之前 先把这些构思好的内容和思路 用纸和笔先记下来 再去思考怎么演讲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如何来设计演讲的现场体验 首先我们得做一个 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PPT 说到PPT 很多人认为这还不简单 网上找一个好看一点的模板 把内容全部贴进去不就行了 文字应该越全面越好 这样的话我紧张忘词了 马上就可以瞟一眼 可是对观众而言 是不是信息越全的幻灯片 效果越好呢 美国幻灯片设计专家 加尔雷纳德认为 把要说的话以文字形式 原封不动地放在幻灯片里 反而会破坏信息传递的效果 PPT在演讲过程中的作用 应该要能帮我们吸引客户的注意 加深客户对关键信息的印象 而不是让人看到每一页 一点两点三点在心里做笔记 做完笔记以后 却啥都想不起来 作者为我们节选了 乔布斯演讲的部分PPT 你会惊讶地发现 它的某些幻灯片页面上 就只有几个字 比如强调年份 屏幕上写2017年 强调感恩 屏幕上写谢谢 说明业绩 屏幕上写 前三个月内售出500万套 强调用户数量 屏幕上写 6500万名用户 是不是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呢 然而就是这些简洁的文字 在观众心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所以是时候重新来定义一下PPT了 要想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们在制作幻灯片时 可以用上这三个小技巧 第一是简化一切 不要出现专业难懂的术语 也不要出现为了分级而标注的项目符号 比如大写的一 然后小写的一 一切为了简化 最好是一句话表达重点 你也可以突出一些重点文字和数字 把需要突出的地方字号放大 或者就像乔布斯的PPT一样 把一些关键词打下来 第二是图文结合 美国加州大学有一位麦耶博士 他多年研究多媒体教学 并做了大量的教学实验 他发现在文字展示的过程中 如果加入图片 学生记忆的效率要高出65% 可见我们的大脑其实更喜欢图片 工作中我们也不难发现 一张现场图或者应用模拟图 可以帮助你生动地向客户解释 复杂专业的问题 所以一定不要忘了 在你的PPT中插入一些精心准备的图片 或者是小视频 第三个技巧是加入指示线 可以指向一些特定的功能 提醒观众看这里 也可以指示进度 让观众明白咱讲到哪了 更好的跟上节奏不跑神 好了 PPT做好以后 你是不是感觉还是有点小忐忑 当然 除了PPT 在演讲的现场 你还需要准备一些道具 如果你曾做过销售类型的工作 就会发现 给客户说一堆 还不如直接把样品给对方现场体验一下 有些公司甚至会为业务团队制作专门的样品展示箱 方便随时给客户现场做演示 乔布斯也不例外 他也很喜欢在现场让观众体验一下苹果的新产品 2008年的新品发布会上 乔布斯把他的产品设计师请上台来 解释苹果电脑的制作过程 当谈到电脑所用到的新的轻薄铝矿时 乔布斯把这个图表出来 分发给了台下的观众 亲自去体验一下他的结实和美观 这显然比复杂的解说更有趣 也更有说服力 所以我们也可以为自己的演讲准备一些小道具 让观众更好地带入到你营造的演讲情境中去 你可能要说 你的演讲并不是准备介绍某种产品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更生活化的案例 畅销书作家苏珊凯恩 曾在TED上做了一场关于内向的主题演讲 一开始他就讲到自己小时候很内向 和同学们出去露营时 一到休息时间 他就只想拿出旅行包里的书来看 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手中一直提这个旅行包 这个小细节看起来很不足为道 但观众看起来就会感觉到更真实 你会不自觉进入他说的故事情节中去 而且手里拿一个道具 其实还可以帮你演示一下内心的紧张 所以你可以根据你演讲故事里的情节 为自己准备一两个相应的小道具 在PPT和道具都准备好了之后 我们还要为现场设计一些高潮时刻 比如给观众来点小惊喜 作者分析了乔布斯的演讲 发现他特别喜欢在演讲中制造一些惊喜时刻 比如在介绍笔记本电脑MacBook Air时 他说这个电脑特别薄 甚至能装进办公室随处可见的文件袋里 说完他就走到舞台的一侧拿起一个文件袋 观众可能以为这是简单的道具 还等他拿一台MacBook Air装进去 没想到乔布斯紧接着 从这个文件袋里拿出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现场的观众都疯狂尖叫 谁也没看出来 这个文件袋里已经装着一台电脑 这是不是感觉特别棒 那在我们的演讲中 如何来设计这样的一些高潮时刻呢 首先我们可以加入一些超酷的口头词汇 让观众更好地带入情绪 比如乔布斯就喜欢这样说 他快得吓人 我们把按钮做得如此好看 你甚至会忍不住想舔一下 我们可以提前留意和收集一下 身边的朋友在表现兴奋 惊喜和感动的时候 都爱说哪些口头禅 在演讲中你也可以用起来 这样就更容易引起共鸣 其次我们可以利用功能演示 来给现场制造惊喜 比如乔布斯在展示如何在手机上使用谷歌地图时 就直接在现场演示搜索星巴克 并点击地图页面上的电话号码拨过去说 我要点四千杯拿铁 又马上解释 不 我开玩笑的 打错了 所以在演讲中 我们要尽量挖掘一些让观众惊喜的效果演示 如果你的演讲并不涉及到产品 也可以把故事的一些情境 现场展现给观众来达到这种效果 比如前面我们提到的苏珊凯恩的演讲中 她为了说明当年老师很刻意地 想在露营活动营造一种欢乐的气氛 直接在台上把老师让他们唱歌时的情景还原了一遍 最后我们还可以在演讲中创造一些神秘感 比如乔布斯就喜欢在演讲最后补充一句 还有一件事 为了达到同样的效果 我们也可以给观众留一些类似的提示 比如这一点我们留到后面再详细来讲 或者在开场时就提示大家 演讲最后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神秘大礼等等 这些小技巧我们都可以灵活用起来 为你的演讲现场增添一些活跃的气氛 好了 关于演讲的现场设计 我们就讲到这里 小结一下 首先要确保你的PPT够简洁 突出重点并加入图片 线条甚至小视频元素 准备一些和演讲内容呼应的小道具 吸引观众快速地进入你的故事情节 另外 我们还要精心设计一些高潮时刻 现场演示一些功能或故事情境来制造惊喜 演讲中加入一些口头词汇带动听众情绪 还可以通过设计神秘感激发观众的兴趣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三个重点内容 如何排练和改进 俗话说得好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这世上其实并没有天生的演说家 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些在讲台上意气风发的演讲大师 其实背后都为此付出了辛苦的排列 2007年 比尔盖茨应邀去哈佛大学给学生们做毕业演讲 演讲十分成功 然而 比尔盖茨为此事精心准备了六个月的 从主题到材料 再到手势 语气 停顿 他都进行了反复的排列 据华尔街时报报道 演讲的前一天 他还在私人飞机上对着妻子大声地朗读 乔布斯也一样 为了每一次的主题演讲 整个团队都要提前好几周开始准备 乔布斯本人甚至会整天整天地彩排 有记者曾在彩排时去采访他 现场就看到乔布斯为了一个灯光的效果 让灯光师们调试了无数次 直到他对灯光出场的时间和强度都感到满意为止 可见天下并没有轻松得了的成功 那么关于演讲排列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指导意见呢 答案是有的 首先是内在的修炼 你要有激情和自信 不管你要讲什么 一定要在心里热爱你想展现给观众的东西 那可能是你自己独特的思想 也可能是可以给别人的生活带来改变的新产品 带上自信和激情 你的演讲就成功了一半 接下来开始刻意练习 第一个刻意练习当然是熟悉演讲内容 你要非常熟悉自己的演讲稿 每张幻灯片合适跳出来配合你的说辞 现成的道具放在何处 还要为自己精心设计的冲突和高潮时刻 适当地预设一些停顿和观众反应的时间 演讲中一定要多运用肢体语言 这也是我们平时的语言表达习惯里所欠缺的 一定要适当地加入一些动作 手势和眼神交流 这不仅可以帮助缓解你的紧张 还能让观众感觉更专业 更有说服力 在这个过程中 作者建议我们为自己录像 再反复在录像中回看你的表现 站在观众的角度来改进你的语速 表情 手势 口头禅等 把整个演讲润色一遍又一遍 直到你的家人朋友 以及你自己都感觉到满意为止 第二个课议练习 叫即兴反应的准备练习 也就是为了防止演讲过程中 他人突然提出问题 让你措手不及 我们需要提前准备一些应急的答案 作者分享了一种叫统装法的练习方法 那就是把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都写下来 放入一个桶里进行归类 然后再为每一个类型的问题 分别准备一个精彩的回答 第三个课议练习就是仪表形态了 你需要为演讲准备得体的服装 让观众感觉和你的演讲 以及自身气质很搭配 如果你不太确定 可以去个人形象设计门店里找人帮忙 在彩排过程中 要尽量把每一次练习都当成正式的演讲来对待 让你的仪表形态都展现出最好的状态 小结一下 在实操练习这个阶段 我们不仅要排练演讲的内容 还需要加入肢体动作 并熟悉演讲的现场 还需要通过录像来观看和改善自己的演讲 并让家人朋友提出一些建议 同时我们还要为演讲现场可能出现的提问 预先准备一些答案 把每一次排练当作正式的演讲来准备 为你的演讲选用得体的服装 最重要的 别忘了带上你的自信和微笑 好了 到这里 乔布斯的《魔力演讲》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讲完了 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 首先 我们学习了如何确定演讲的主题与内容 主题一定要和观众发生联系 主线分支最好是三个点 并在故事中精心设计一些冲突 然后 我们学习了如何制造演讲现场体验 你需要做一个能帮助观众加深印象的PPT 尽量要简洁 但要突出关键信息 并加入图片和指示线 演讲过程中适当地借助一些道具 并设计一些能给观众带来精细的清洁 最后 我们分享了刻意练习的必要性和具体方法 自信和激情是演讲的基本心态 此外 要熟悉演讲材料 多运用肢体语言 在练习时 可以给自己录像 反复观看来改进 为了防止现场提问 可以预先准备一些答案 掌握了这些 相信你一定对自己有了更多的信心 随时准备勇敢迈出演讲的第一步 读完这本书 我感触最大的还是乔布斯的这句话 你必须找到自己钟爱的事业 钟爱你所做的工作 如果没有 就继续寻找 做自己喜欢的事 是每个人的梦想 不过 这世上并没有绝对的满意 静下心来 好好审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我们一定可以找到热爱的方向 在每一次演讲中 把它自信地说出来 有人说 会演讲的人 成功机会多两倍 希望我们今天 为你解读的这本 乔布斯的魔力演讲 可以为你未来的成功 助上一臂之力 这本书的学习就到这里 期待与你在下一本书的相遇 我客人 zalv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